如果你是功夫片的爱好者 那你一定听过黑带杂志 作为全球公认最权威的武术杂志 最初起源于1961年 由水户上源在美国创办 当时主要是报道一些 如空手道 河气道 跆拳道之类的传统武术 及新兴武术 主要以MMA报道为主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领先的自卫杂志 致力于古典与现代 兼书并续的武术相关报道 经过后来的不断发展 它更是直接影响了全世界的动作电影 尤其是它评选出的 影史十大教科书士打斗榜单 一直都是功夫迷们津津乐道的经典 像《精武英雄》中 李连杰和周比利的最终对决 《猛龙过江》中 李小龙和罗里士的罗马竞技场对决 无意不让观众看得热血沸腾 下面就请跟着口嗨的讲解 一起细细品味榜单中的十大教科书士打斗 有华语片也有外语片 每一步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 黑带十大教科书士打斗 第十 元彪对战陈军奇 出自电影《败家宰》 故事讲述了河山富家独子 梁赞苦练武功 施展长短二乔永春 为师报仇的故事 电影中原彪饰演的梁赞 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任务 他是第一个是永春拳 扬名立万的人 赵贤华是他的徒弟 而叶问是赵贤华的关门弟子 这部《败家宰》与另一部 赞先生与赵贤华 并成为两大永春拳教学片 电影中将永春长短二乔的区别 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拆解 这梁二弟为什么只能决断锹呢 因为他个子太小 当他碰到了一个对手 身形比他大的时候 大家瞧手对撞 他是绝对撞不过对方 他一定要卸对方的力 施对方的马 利用速度和密集 打倒对方 师傅 你呢 俺的身形比梁二弟大 所以用不着顾虑对方的审星 大家瞧手对撞 我可以连桥打入 公昌呢 身形大的人出权重 可是速度跟回熟呢 是比较慢 师傅 你怎么那么快 有多少人能够像你师傅一样 跟他身材相大相 令活相之后 而片尾元彪与陈勋吉的对战 实际上是永春拳 与公子福福拳 两种拳法的切磋 其中元彪使用的永春拳 融合了永春流派中 长桥与短桥两种大大 出权速度极快 防守紧密 马步也更加灵活 注重刚柔并激 做到了攻守兼备 实战性极强 而陈勋吉也不愧为 香港影台少有的习材 他不仅做出了像 天地孤影任务型这样的神机配乐 就连导演和编剧的工作 也做得非常好 甚至就连动作戏 也是打得行云流水 陪在十大教科书时打斗 第九号 红金堡对战刘家良 出自1989年 由红金堡指导的电影 《寻龙细凤》 红金堡作为七八十年代 香港影台的大哥级人物 他所带领的红加班 更是捧终了不少演员 以及无数指导 早期的佳河电影 又是红加班撑起来的 而与他对战的刘家良 更是来头不少 他是南派工作 红加陈的嫡系传人 及部线刘战 是黄飞红的祖孙 在随后学习正宫红权的同时 他还端严了不同门牌的工作 练就了身后的武术功能 并从六十年代开始 他就在香港影台 做武术这道 是邵氏电影的主角度 两人的首次合作 就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两人的对战 硬乔硬马 全群到肉 充分给观众展示了 自身扎实的武功 无论是徒手对打 还是棍棒对决 所堪称经典 武打动作 一个快速凌力 一个刚猛霸道 这场较量 无疑是两种动作风格的碰撞 尤其是红金宝 那时身体已经发浮 但是动作却一点也不含糊 更可贵的 电影在两人对战后 刘家良饰演的老师傅 非但没有为难红金宝 而且还主动给他钱 帮他解除窘境 也胜印证了 中国的那句老话 不打不相识